古力政策 有提到的時候是在我們第三章 在講現金流量折現跟我們的那個 政見的評價的那一章 那我們有跟各位講說 當然如果純就是 企業的一個 到底應該多發股利或少發股利 那我們在第三章的時候有提到 那原則上呢 如果公司內部的ROE大於 我們的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 或是所謂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的話 那我們應該多保留盈餘 少發股利 那反之如果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高於 我們公司內部的ROE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多發放股利 那當然我們說這只是一個原則上的問題 我們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沒有考慮到 很多企業所面臨的一個資本環境 跟一些投資人跟經理人的一些 他的一個決策考量 那我們其實上禮拜很簡單的跟各位談過了 說股利政策呢 一般來講 公司的經理人 他會希望維持穩定的股利 他會非常忌諱去降低股利 那原因就是說 這是資本市場上 一般投資人對於股利的降低 或是對於所謂的虧損 他的反應特別的激烈 所以站在經理人要維護股降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前提 那他們當然就會希望說 盡量維持一個穩定的股利水準 那盡量減少去降低股利 那這樣子的話 對他們來講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上禮拜大概花了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講講這些資本市場上的一些慣例 跟投資人跟經理人 心理上的一些決策要素 你會發現說 那其實發放股利與否 就不是純粹就是那麼簡單 純粹就看ROE跟KS的大小而已 那我們今天呢 要回到源頭來探討一下 這個財務理論裡面 到底有哪些理論 在研究說 企業到底要多發放鼓勵 或少發放鼓勵 那各位應該記得 我們在講資本結構 就是上一章的時候 有提到兩位學者Miller Merton Miller跟Franco Montignani 那這兩位學者他們在 1960年代有發表三篇重要的註冊 那當然許多人都會把 左眼點放在前面兩篇 那他們的第三篇作作呢 就是在研究鼓勵發放 跟企業價值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我們呢 研究所謂鼓勵理論的第一個派別 或是第一個首先提出來的理論 是鼓勵無觀論 所謂鼓勵無觀論 那就是說 一個企業 決定他股價高低的要素 應該是取決於 他產生盈餘的能力 那至於呢 盈餘產生出來了以後 有多大的比率 要發放鼓勵 有多大的比率 要保留盈餘 那這不會影響股價 所以米德跟莫迪良尼他們的理論就是說 這個 鼓勵發放比率的大小不會影響股價 OK 那我們的 等一下會看到第二個理論是 一鳥再熟的理論 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你當其的盈餘賺下來以後 你可以把它當作鼓勵 發放給股東 也可以保留盈餘 那保留盈餘的 所謂的一個用途當然就是 他會投資在公司裡面 然後讓公司去實踐以後比較高的 一個股價 因為你保留盈以後 以後會轉化成我們的資本利得率 轉化成我們的基 對不對 在我們第三章的時候我們有講過 那所以呢 有些學者他認為說 股東或是一般的投資人 比較重視實在的鼓勵 因為鼓勵你今年就會拿得到 那你那個轉投資到未來成長的那一些保留盈餘 他可能會實現 也可能不會實現 所以他說一鳥在手勝過二鳥在裡 所以他會認為說 同樣的當期的盈餘裡面 你如果當作股力發放出去的話 股東會比較喜歡 所以你股力發放率越高的股票 那股價就會越高 那這是第二種理論叫一鳥在手理論 那第三種理論叫稅率差異理論 所以稅率差異理論就是說 一般的國家來講的話 他主要跟股力有相關的 或是跟股價有相關的兩種稅 就是說一般國家來講 你如果拿到現金股力 那你會被併入當期的所得會去課 所得稅 那你如果呢 你將這個保留盈餘轉化為 未來股價的成長 那這個未來股價的成長呢 如果說你在把股票賣掉的時候 如果你股價 當時的股價是高於你購買股票的成本的話 你就會實現資本利得 那資本利得呢 就會被扣資本利得稅 那會有稅率差異理論 那這些學者是當時 他們其實當時提出來這個 稅率差異理論是在美國的環境裡面 那美國的資本利得稅 當時是所得稅的一半 是所得稅的一半 所以呢 如果你是股東的話 你會比較在乎稅後的報酬率 所以同樣一塊錢的股利 跟同樣一塊錢的資本利得 那資本利得所課的稅比較少 那股利所課的稅比較高 那所以呢 他們就會認為說 一般投資人他可能會比較喜歡資本利得 因為他課的稅比較少 所以發放股利越高的股票 他的股價應該會越低 所以你看看這三個理論就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第一種理論是說 那個股利的發放不會影響股價 第二種理論呢是股利越高股價越高 第三種理論的話是股利越高股價越低 這三種理論 那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的人都常是想要更了解股利 發放跟公司價值的關係 但是我們也在上個禮拜也跟各位講過 一個公司在考慮股利發放的時候 他很肯考量的要素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你沒有辦法很簡單的就拿一個dimension 比如說股利發放高或股利發放低 對公司來講是比較有利或無利 因為這個環境的因素很可能會蠻多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一章裡面會講到 非常多這種環境的要素 好 那我們就實際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三種理論 這些學者會提出來 那我們也必須要提醒各位 這三種理論 都各是有實證上的證據 去證實這些理論在某一些情境 跟某一些樣本的團體裡面 他們發現了一些支持的證據 所以理論上這三種理論沒有哪一個比較對 或哪一個比較錯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看第一種理論 古力無觀論者 那就如同我剛才所講的 Midder跟Modigliani 他們說在股票價值 是應該由他產生盈餘的能力來決定 而不是如何分割這些盈餘的方式決定 所以在既定的盈餘之下 股力的發放率跟股企業的價值無關 那他們就舉出了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其實各位看起來就覺得說 有一點好像莫名其妙 他其實當時想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在資本市場上 如果你偏好某一種股力發放的股票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沒有辦法支應你這個股力的話 那你可以用自我創造股力的一個方式 達到你自己想要的一個目標 那因為他們在這個理論模型裡面 假設這個交易成本為零 所以呢他就等於告訴你就是說 不管你喜歡發放多少股力的股票 你都可以透過零交易成本 而達到你想要達到的目標 所以呢股票不應該因為股力發放的高低 而會有價值的不同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自己想要有多少股力 你都可以算到出了多少股力的股票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股力發放的高低就不會影響股票的價值 所以他的理由是這樣 那當然你從這個例子看起來 他就是已經假定那一家公司 盈餘已經是確定了 在盈餘確定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的股力發放高跟低 不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邊是講什麼 有一家公司叫做Bianchi 那目前他的股價是42塊 那他會支付2塊錢的 將要支付2塊錢的現金股力 有一個投資人他叫巴 他擁有80股Bianchi的股票 但是呢他比較偏好想要有3塊錢的股力 但是他現在只有Bianchi的股票 Bianchi將會給2塊錢的股力 那所以呢巴胺呢 他就可以透過一些交易 然後來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一個 一個股力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巴胺 如果原先他想要的是3塊錢的股力 但是巴胺 你知道Bianchi今年只會發放2塊錢股力 那我們先看看他如果要3塊錢的股力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子 他有80股股票 如果每股他會有3塊錢的股力 他應該會拿到240塊錢的股力 就是240塊錢的現金 但是呢因為每股目前的股價是42塊 所以扣除掉3塊錢的股力以後 等一下我們談到這個東西 概念叫做除息 就是公司的股票在發放股力以後 那原則上他就會由現行的股價 扣除掉這3塊錢的股力 然後會變成39塊一股 OK 所以除息後的價值呢 Bianchi的股票應該是39塊股 那BOB有80股的股票 所以39塊乘以80應該等於3120 3120 所以理論上來講呢 你會有240塊錢的現金 然後310塊錢的3120的股票的價值 總共加起來應該是3360 那可是目前BOB呢 只有Bianchi的股票 Bianchi的股票只會支付2塊錢的現金股力 所以呢目前的股票只會給我160塊錢的股力 但是我想要240塊錢的現金 所以我還少多少 還少80塊錢 那各位想想一看喔 如果Bianchi的股票 除息的 扣除掉2塊錢的一個股息以後 他除息後的價格每股應該是40塊錢 所以如果說我目前只有160塊錢的現金股力的話 我想要有240塊錢的現金 那我還可以怎麼做 賣掉兩股的Bianchi的股票 OK 那我們這邊假設他的交易成本為0 所以呢我們的除息價出售兩股的股票是80塊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形成240塊錢的現金 那因為我們總共原先是有80股的股票 那除息以後的價格是40塊 所以呢 如果我們利用現有的Bianchi的股票 然後賣掉兩股 我們還有78股的股票 每股除息後的價值是40塊錢 40乘上78也是3120 OK 那所以呢 這邊其實就是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邏輯上解釋說 如果說你現在擁有2塊錢股力的股票 但是你想模仿3塊錢發放股力的股票 對你而言輕而易舉 你不用花任何的價值 那你如果可以輕易達成任何股力水準的股票 的一個行為的話 那理論上不同的股力發放的股票 就不應該有不同的價值 所以那個Mine跟Montagani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例子 然後去證明說 那個投資人不應該鼓勵 不應該因為股力發放不同 而給不同股票 不同的價值 所以這就是股力無觀論者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股力無觀論者來看 那其實這個更容易了解 這是股票鼓勵 那股票鼓勵事實上沒有牽涉到任何的 一些實質的一個公司的改變 那什麼叫股票鼓勵呢 就是公司可能手頭上缺乏現金 但是他要讓投資人感覺到說 他有發放股力 所以呢 他所用的一個辦法就是說 那我發放股票 多餘的股票給你 那他可以怎麼發放呢 他的發放的一個情形就是說 他依照現有的股東持股的一個比例 然後將一些他所要新發放的一些股力 用新的股票的方式來發放 那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比較慣有的一個情形就是 把現在擁有股票的人 然後擁有多少股 然後他會發放一定百分比的新的股數 然後給他當股票鼓勵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我們假設說台納公司 目前有200萬股的股票流動在外 每股的股價是15塊錢 然後我們假設這一家公司宣告 發放50%的股票鼓勵 那請問股勵發放完了以後 有多少的普通股流動在外 那各位要看一下 所謂的股票鼓勵 它在實質上沒有太大的改變 股票鼓勵它在台灣資本市場的一個稱呼 它是叫做盈與轉增資 什麼叫盈與轉增資呢 各位想想看 你在學出塊的時候 發放股票鼓勵要做怎麼樣的分路 發放股勵一定要從哪邊 借哪 借什麼地方 借保留英語馬 對不對 然後它會帶 應該會帶那個 應付股票鼓勵 OK 然後發放完股勵以後 就會變成普通股的股本會增加 對不對 所以會把應付股票鼓勵再把它借掉 然後呢 股本就會增加 因為它增加了一些流通的股數 那所以呢 你如果實際看一下 你自己腦袋裡面想一個資產負債表 想一個資產負債表 那你去想想看說 現在股東權益的那個區塊裡面 總共會有幾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當然股本 那很可能還有一個所謂的股本的攻擊 然後再過來是保留盈餘 那你如果發放股票鼓勵的話 你等於就把保留盈餘減少 然後增加股本 對不對 所以保留盈餘減少的數目 剛好是股本增加的數目 所以就整個股東權益的總價值來看 或是總數目來看 它有沒有改變 並沒有改變 對不對 因為它保留盈餘減少的數目 剛好是股本增加的數目 就相互抵消掉 所以保留盈餘本身來講是沒有改變的 那保留盈餘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那它的負債跟股東權益的比率會不會改變 也沒有改變嘛 負債也不會在這個裡面有任何的改變 然後再過來呢 資產有沒有改變 資產也沒有改變嘛 所以呢 我們從頭到尾我們講說會影響公司價值的 當然就是資產會不會改變 資產如果改變的話 你投資權是改變到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可是在這個交易裡面 資產沒有改變 那我們研究過說 這個舉債比例很可能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但是你做這個股票鼓勵的這個分路的時候 你有沒有影響到舉債的比例 也沒有 所以我們原則上不認為公司的價值 總價值應該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第一個就要問你一下 那當然原先流通在外的股數是100萬股 那我如果發放50%的股票鼓勵 那我現在就變成150萬股 也就是說你手頭上如果有1000股的 你就會拿到500股的新的股票 但是呢我們剛才又說 由於這個交易沒有任何具體的事情影響到公司的價值 所以整個公司的總價值 理論上應該不變 但是呢 但是他流通在外的股數增加了50% 所以也等於說目前流通在外的股價也會減少 OK 因為你總價值不變 那但是你流通在外的股數增加了50萬股 那所以我們股價就會向下從比例調低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是任何一個股東持有原先任何數目的一個股票 那你的總財富的狀況是不變的 那比如說我們剛才講說你擁有一千股這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你領完了股票 原先的股價是15塊錢 所以呢 你原先的財務狀況是15塊錢乘上一千股 一萬五千塊 那現在呢 你發放股票股力以後 那因為流通在外的股數增加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每股的價值就會降到十塊錢 因為公司的總價值不變嘛 所以你如果原先擁有一千股 那你的財務也會沒有改變 因為原先擁有的是15塊錢乘上一千股 那你現在變成一千五百股 但是流通在外 股價的那個水準就會降到十塊錢 所以你現在是每股十塊錢 但是你擁有一萬五千股 一千五百股 對不起 那所以 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發放股票股力呢 對你公司的股東的財富也不會有影響 那股力無關論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簡單講過這個 一鳥在手的理論 那這一鳥在手的理論 當然當初在 這些學者可能在觀察力 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偏失的一個狀態之下 事實上他有一些事情 事實上還是蠻寫實的 只不過說他的 舉的論證可能有一些不對 那有些是對的 有些是不對的 那我們剛才講說 有些學者他認為 這個股東他很可能比較喜歡 他們落袋為安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現在有鼓勵的話 他會覺得是比較務實的一個感覺 那他會覺得說 雖然保留盈餘可能會帶來公司未來的成長 股價未來的增加 但是這些東西他的實現點 實現的地方很可能都是在比較後面 那有很多的股東很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所得 是比較不確實的 所以一樣是一塊錢的保留盈餘或是一塊錢的股力 他們認為說 那個股力是比較踏實的 所以呢 一般的投資人會比較喜歡股力 所以你股力發放越多的股票 這樣子會越高 那他同時有舉出幾個論證 第一個論證就是說 你可以去看看 現在在市場上面有發放股力的股票 那他的 就是持股的比例會比較好 就是說 一般法人或是一般投資人 他會比較樂於去賣 買那些有發放股力的股票 那這在某種層次上來講是真的 那因為就是說 這些股票呢 有發放股力的股票在市場上會比較受歡迎 所以他理論上 籌資的成本也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如果要在發行新股票的話 也會有人願意去承接他的股票 所以籌資成本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東西可能也是對的觀察 那他們舉出來第三個論證 就稍微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對 後來被證明是不太對的論證 那他們舉出來第三個論點就是說 你可以去觀察一些公司 那他今年如果發放一塊錢的股力 那明年如果他發放兩塊錢的股力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股價是漲的 你可以發現他股價是漲的 那你如果發現他股價是漲的 代表就同樣一家公司你看 他發放一塊錢股力的時候股價比較低 發放兩塊錢的股力的時候股價會比較高 所以呢 理論上 投資人是比較喜歡股力的 那後來被證明這個論點可能是 是Bias Bias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些學者他講說 今年跟明年 那問題是說 今年跟明年的盈餘不一定一樣 也就是說 今年雖然發一塊錢的股力 明年發兩塊錢的股力 可是明年的盈餘可能會比今年的盈餘高 所以他才發放兩塊錢的股力 所以這個股價的上升 到底是反映股力的上升呢 還是反映盈餘的上升 那後來我們發現到 這可能跟盈餘比較有關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會講到那個資訊不對稱 或是講到說 鼓力是一個訊息的一個工具 是經理人傳達一個樂觀的盈餘的訊息 到資本市場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呢 原則上來講 他有一些論點是真的 有一些論點可能就不是那麼的真 那有關於那個訊息理論那個 我們等一下會多談一點 那是印療在手理論 那他們的主張是 股力發放越高 股價越高 因為投資人喜歡鼓力 那第三個是稅率差異理論 那這個稅率差異理論 當然 反映在現在的台灣 台灣還沒有正式施行的 證券交易所得稅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各位想想看 那如果我現在發放股力 股力會被併入一般所得 會去課所得稅 但是呢 我如果不發放股力 我會變成保留盈餘 那保留盈餘呢 那就可以讓未來的股價比較高一點 那等到你去賣掉比較高價的股票的時候 你賺取的會是資本利得 那資本利得目前台灣是免稅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國家來講 資本利得稅是會比一般所得稅要低一點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會 會讓投資人會比較prefer 資本利得稅 OK 那其實 EVEN 我們推出來新的資本利得稅的版本 理論上來講 資本利得稅 還是比一般的所得稅要低 那他的原因就是說 他有一定額度的免稅 這個免稅額其實 就我們一般人來講 還蠻高的 他在 多少 幾百萬的免稅 資本利得之下是不用課稅的 OK 所以你如果是一般 老百姓你沒有太多的股票 那你在某種程度上面還是可以享受這個 資本利得免稅的狀況 那如果這個 實質上的稅率來講 資本利得稅 他 所付的實質稅率 事實上還是低於 一般的所得稅 所以我們在這邊 可以 也可以apply 如果說我們認為 資本利得率 是低於一般所得稅率來講的話 那投資人會比較偏靠 資本利得 他比較不喜歡 現金股利 那所以呢 股率發放越高的股價可能會越低 那這是 由 稅率差異理論 兩位學生 Lisenberg 跟Robin Swarmy 那他們這篇 paper 是在1979年 發表的 那在1987年 美國 就把那個資本利得率 拉到跟 一般所得稅率是一樣的 OK 其實很好玩這件事 因為台灣現在在做的 就是 跟美國1987年 要做的事情是一樣 就把 資本利得稅調高 那我們的政府的 論點就是說 把資本所得稅 資本利得稅調高 來講的話 可能會比較解決 貧困付金的問題 那我們請各位去觀察一下 總1987年到現在 美國貧困付金是 是更嚴重的呢 還是比較不嚴重 那當然各位一定會說 更嚴重 那也就是說 一個人不要天真的想想 都只要在資本市場上 增加一個稅收 然後3號 國家的問題就會變不見 那美國的貧困不均 為什麼更嚴重 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他所有的產業基本上都外移了 也就是說 他的工作機會是減少的 然後他的一般比較 原先靠薪水階級的 那一個階層的人 他很可能在 找工作上面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所以呢 理論上 你說貧困不均的問題 他事實上是一個 複雜的一個社會現象 他還有產業的政策 還有其他的問題要解決 所以千萬不要單純的想一想說 只要課了證券交易所得稅 那這個國家貧困不均 就會變不見了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大概 不曉得知不知道 從 我們開始要談 證券交易所得稅 一直到現在 我們證券交易所得稅 還沒有真的實行 對 那 各位知不知道 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們的資本帳 我們有一些 那個資金外流 已經超過六百億美金了 可以這段時間裡面 你要知道 我們 我們的版本的資本利的稅 是外資是不太可能會被扣 客到的 然後外資在這段時間 事實上 當然有流出 然後但是後來又有流入 所以這個六百億美金的流出 是誰的資金流出 是原先是台灣人的資金是流出的 OK 那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資金在某一個國家來講 你說六百億的美金 是1.8兆的新台幣 留在這邊 不管他是買資產 或留在這邊 不管他是投資在生產事業上面 他所能創造的那個利得 或創造的就業 可能會遠超過 他原先所想像的 有一些人的 一個想像 那各位不要忘了 現在的經濟是什麼經濟 叫開放經濟 開放經濟的話就是說 你要課稅的話 人民是自由的 資金是自由的 OK 你如果 要在你這邊課稅 資金當然就會跑掉 你要去課一些所得稅 或是你要課怎麼樣的稅 人民有錢的人就會跑掉 那這些事情各位在法國 在其他的歐洲的國家應該都看得到 OK 那當然千萬不要解讀說 陳明顯老師是反對課什麼稅的 而是說 我們國家的領導者 他應該在想這個稅的問題的時候 他不應該表現出來只是說 我就是堅持 這是我的改革 或是怎麼樣 如果改革只是把人民的 把經濟越改越差的話 那這種改革 到底是怎麼樣的改革 我們希望他去拿出一個比較 圓滑的一個改革的方案 不要說 堵了這邊 但是留掉很多其他的地方 那這樣的改革到底有什麼意義 好 所以這個是製焚利的稅 那他理論上來講 沒有辦法達到怎麼樣的 一個實質的笑容 那鄭守稅本來不課 鄭守稅他當初課跟不課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來講 你一定要選擇適當的時機去課 但是理論上沒有所謂的適當時機 他原先沒有課 那原先沒有課 他事實上還好 那你說平物不均的問題 你應該找其他的問題 因為資本市場原則上 就不是讓你去平衡所謂 平負差距的一個地方 資本市場 他原始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讓籌資的人 籌措資金的人 他能夠用最有效率 能夠用最透明 能夠用最方便的一個方法 去籌措資金 然後我們當然對資本市場 會有非常嚴厲的管制 可是你從來沒有聽過哪個國家 因為在資本市場上面扣了某個稅 平負的問題就解決 或是有減輕 那如果有的話 那請觀察一下 告訴我哪一個國家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的感覺好像是沒有 因為人民是自由的 金錢是自由的 你要課他 他自然會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 跟鼓勵發放相關的理論 資本結構那一章 我們有跟各位講 就是資本市場 跟公司 跟一般的那個 像市場會公司的經理人 他事實上是會有一些資訊不對稱 那我們說過 經理人他有 非常強烈的一個動機 那如果公司有好消息 甚至我們也會講 不好的消息 理論上也應該如此 但是一般經理人來講 對好消息會比較 願意提早去 告訴資本市場 有壞消息的話 他很可能會 躲藏一下 那我們這邊先講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經理人 他必須要透過 鼓勵發放的一個程序 然後去提前告訴 我市場上的投資人 說公司有比較好的 經營的簡潔 那各位 你可以想像的到 我們公司的經理人 他宣告發放鼓勵的時候 他可能在美國的話 是可能一年可以發幾次鼓勵 在台灣的話 可能發一次到兩次的鼓勵 那在美國的話 可能會依照四季 或是上下半年 發放鼓勵 那這個發放鼓勵呢 可能會比 財務報表真正到 市場上的時間要早 當然我們可以講說 我今年發放鼓勵 是今年盈獄的結果怎麼樣 那我很可能隔了幾個月以後 發放鼓勵 但是我現在發放鼓勵 很可能也會象徵說 我以後的盈獄可能 有部分的資訊 會在這一次的鼓勵裡面揭露出來 那是怎麼樣一個邏輯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是經理人 那理論上你要幫現有的 所有的股東服務 那你當然如果說有一個好消息的話 那當然你會希望它提前到資本市場 然後讓股價反映這個好消息 然後讓現有的股東可以提早享受這個好消息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各位要想想看 我們在上個禮拜有講過股力 它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東西 我們說股力增加一塊錢 股力減少一塊錢 那市場上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股力增加一塊錢 股價很可能只上漲三塊錢 股力如果跌一塊錢的話 股價很可能跌十塊錢 OK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如果你是公司的經理人 你絕對不敢輕易的調高股力 因為你如果說 我今年剛好比較有錢 我調高股力 明年沒有錢 我再把股力調下來 這樣子 一調高一降低 那對你的股價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唯一只有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才敢調高股力呢 就是除非你非有實權的把握 實成的把握 你可以講說 這個股力水準我以後就可以maintain 所以我今天就敢調高你的股力 OK 那其實這個現象跟我們一般 公司的老闆在決定各位 如果各位出去工作的時候 各位員工的薪水的水準是一樣的 各位大概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的薪水調的那個速度 還蠻慢的 OK 也就是說你去年是多少錢 你今年可能還是 差不了多少 調的話可能調高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依照年資 然後他幫你調一點點 可是你會覺得公司好像賺錢 賺錢的速度比調高薪水的速度要快一點 那為什麼公司不願意把賺的錢 那個反映在我的薪資水準下面 那這個也反映相同的一個心理 也就是說這個公司賺錢 有些時候賺的多 有些時候賺的少 但是你員工的薪水一旦調高了以後 你有沒有辦法再把員工的薪水往下調 那至少在我們歷史上好像還沒有過這樣的紀錄 就是說公司的老闆把你的薪水調高了以後 再把你薪資的水準調低 因為這樣會對員工造成非常不利的一個感覺 所以呢我們今天台灣的一個企業主 他大致上是這樣子 他不調你的底薪 但是如果公司有賺錢的話 他會用所謂的年終獎金的方式去調高你的待遇 那所以對你來講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而且呢他用這樣的一個制度 會比較容易激勵你 為公司的績效而打拼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覺得比較有效的方式是說 好那我的底薪可能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呢我把你的績效用年終獎金或績效獎金的方式 反映到你的身上 OK 那所以呢你說好的年度 你會發現說某些金融業啊 他可以發六個月啊 可以發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甚至我們在以前比較好的時候 就是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薪 這什麼意思 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薪 就是說他二四六八是雙數月的時候是領兩份薪水 所以他總共的話一年是領十八個月的薪水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一個有一個含義就是說 就跟鼓勵水準一樣 你除非有非常大的把握 你才會調高你的鼓勵水準 或調高你的薪水水準 那原則上呢 他很可能會用其他的方式 去把一些特別好的一個跡效的年度 然後轉換為紅利啦 或是其他的方式給員工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當公司宣告比較多的鼓勵的時候 那一般資本市場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踏實的一個好消息 因為我們知道經理人不會再調高這個鼓勵水準之後再調低 因為調低對他來講非常不利 那所以呢 他一旦敢把鼓勵水準調高 那就象徵說他的盈餘一定有非常顯著的好轉 要不然他絕對不敢把鼓勵水準調高 那以後如果復不出來他至少麻煩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說 這個鼓勵的增加很可能是經理人 傳達他的盈餘好轉的一個訊息到我們的資本市場 那因為這個鼓勵這個工具是非常踏實的 因為我們說 他不至於說只是純粹的冒充 或是只是純粹的模仿 因為他如果被抓包的話 那代價非常嚴重 也就是說 他以後如果自乎不出來相同水準的鼓勵 那鼓勵會暴跌 暴跌的程度是難以想像的 所以他在這邊呢 就認為說 一般企業會利用鼓勵的水準 去象徵他對於未來的盈餘的情況的一個預期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看到 我們說 我們那個看到的那個 原先的那個一鳥在手理論者 他說 你可以去觀察到 一家公司的鼓勵水準 如果有上升的話 股價就會上升 那這股價上升是不是象徵 投資人比較喜歡鼓勵 那可能是 可能也不是 因為 我們這邊的一個論點就是說 這個鼓勵的上漲 事實上是象徵盈餘的上漲 所以他 鼓勵的發放率 不見得有改變 他鼓勵水準改變了 當然可能是反應盈餘的增加 OK 所以他鼓勵發放率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那所以這就是 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 就這個鼓勵上漲 引起股價上漲這個解釋 我們會比較傾向於是反應這個 鼓勵的資訊內涵 而不是反應 一般投資人比較喜歡鼓勵這件事實 好 那這是鼓勵資訊內涵 那另外呢 這其實也是1963年 那個Minder跟Motliani 他在paper裡面有提到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論述 那他們的主張當然就是說 這個鼓勵的發放不會影響股價 那當然別人就會訪問他們說 那鼓勵的發放如果不會影響股價的話 那你為什麼可以觀察到 不同的公司為什麼有 不同的鼓勵發放的行為 比如說中鋼 比如說中華電信 他們算是鼓勵發放率比較高的公司 那有些公司 鼓勵就發的很少 比如我們之前談到的Google 或是像是台積電 他們比較需要 保留盈餘再投資的那種公司 那你如果說 好 那如果說 鼓勵不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那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某些公司都會堅持他自我 自我選擇的一個鼓勵發放率 那這又反映什麼 那Minder跟Motliani 他們就提出來說 這些公司會去堅守 某一個鼓勵發放的政策 可能是為了迎合他們的顧客 所謂的顧客當然不是真的顧客 他的顧客就是股東 股東的一個行為 股東的一個行為 那這個股東呢 可能會因為某種理由 而喜歡 股力發放率比較高 或股力發放率比較低的股票 那我們這些公司呢 為了 為了去迎合我們主要股東的一個習性 所以他就會訂出來 一個股力發放的一個Model 然後希望一直都堅持這個Model 也是希望那一些股東 一直就長期持有我們的股票 那這邊呢 當然除了某些現金流量的一個特性以外 那另外有一種影響 那另外有一種影響 就是說為什麼某些股東會比較喜歡 某一種股力發放的行為 那這個很可能其實是稅率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現金流量 有些公司或是有些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一些法人 一些退休金 他都規定說他所投資的股票 一定要發放股力 所以這是外在的一些現實的限制 那有一些限制呢 第二個現實的限制就是稅率的高低 那所以呢 我們會預期稅率高跟稅率低 所得稅率高跟所得稅率低的投資人 他可能會喜歡擁有的股力發放率的高低 會有所不同 這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們是說他是眾多去決定 某些人去喜歡那個 某一種股力發放水準的一個股票 的一個查眾多原因之一 那在這邊呢 我後來發現我沒有把這個符號寫上幾波 我現在就跟各位講一下 這些符號是什麼 這個PB 這個B是before 什麼before呢 除息前的股價 一個股票除息前的股價 PB 那這個PC呢 就是成本 C是成本 cost 那PA呢 是除息後的股價 就是扣除掉 現金股利 除息後的股價 叫PA 那所以PB是除息前的股價 然後PC是成本 PA的話是除息後的股價 我們把這個公司講完 我們再休息 那這個TG呢 這個G是什麼 G的話是資本利得稅 Capital gain tax G是資本利得稅 這邊不是T0 這是TO TO的話呢 它是Ordinary income tax 就是一般的所得稅 那這個等式是在講什麼呢 這個等式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擁有股票的投資人 你是一個擁有股票的投資人 然後你今天有某家公司 他宣告了一定的股利 那你是擁有這個股票的投資人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你在除息前去把這個股票賣掉 還是你要去把除息後 再把這個股票賣掉 那如果這個資本市場 是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的話 那你這個具有股票的這個投資人 在除息前賣掉股票 所得到的利益 跟除息後賣掉這個股票 所得到的利益 應該是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套利的機會 所謂套利的機會 如果說除息前賣掉股票 跟除息後賣掉股票 所得到的利益 如果有不同的話 那哪個利益比較高 那你很可能就 很可能就去融資去買股票 選定某一個時點去把它賣掉 利益比較高的地方去把它賣掉 那你就賺緊套利的一個利益 那我們會認為說 理論上是應該沒有套利的空間 那如果沒有套利的空間呢 你在除息前賣掉股票 跟除息後賣掉股票 那所得是應該一樣 那除息前賣掉股票呢 你會得到什麼 除息前賣掉股票 我會得到這個除息前的價格 對不對 就是還包含那個股利的水準的那個價格 然後呢 我如果除息前的價格 是比原先的成本要高的話 那我會課資本利得稅 所以呢 這邊就是說 除息前的價格 減掉資本利得稅 那就是除息前你賣掉 所能得到的稅後現金流量 那除息後賣掉這個股票呢 你會得到除息後的價格 然後這前面呢 這前面當然就會 會有一個除息後的價格 如果比你的原始的成本要高的話 那你當然要付除息後的那個資本利得稅 OK 這是資本利得稅 那這邊低呢 因為你除息後才賣掉這個股票 所以理論上你會拿到這個股利 你會拿到這個股利 可是你拿到股利 你會扣除掉什麼 一般的所得稅 OK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 稅後的 dividend 稅後的dividend 所以除息前跟除息後 應該沒有套利的空間 所以你去整理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OK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你會發現 這PP減掉PA 這個是除息當天的股價的下跌的程度 PP減掉TA 就是除息那一天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什麼叫除息率 除息率那一天的股價的下跌 去比這個現金股率的大小 它會等於1-TO 那你就可以觀察到那個投資人 因為我們說那個投資人 除息前跟除息後的利得是一樣 那我們假設來講 我宣告5塊錢的現金股利 但是呢 除息當天的價格下跌了4塊錢 4塊錢 這邊是5塊錢 所以4除以5等於多少 0.8 0.8等於1-TO TO是多少 0.2 就是20%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觀察到一個股票 他在除息那一天 他下跌了4塊錢 可是他現金股利 宣告的水準是5塊錢 那以台灣目前的稅制來講的話 就反應說 這個賣股票的這個人 他所隱含的稅率是 就一般所得稅率是20% OK 所以這個公式 事實上是講這些 那我們等一下 下來再講 他的含義是什麼 好 那我們剛才跟各位講的這個是由 那個Alton跟Gruber 兩位 NYU的教授 在1970年 他導出了一個 就是說在無套利機會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這個除息當天股價的變化 跟股力相對的大小 可以去研判出來 我們的一般所得稅率 到底是有多高 那當然原先這個 模型是在講美國的 那所以 在美國當時的話 一般的所得稅率是 那個資本利的稅的兩倍 所以他們當時是把這個TG 用0.5TO去代 到時候你可以解出TO到底是多少 所以呢 理論上 你就可以 由除息當天股價下跌的程度 相對於 原先宣告的 現金股力的大小 去推斷出來TO到底是多少 OK 那他們的研究大致上是這樣子 他們就依照 股力發放率的高低 各位 所謂股力發放率是什麼 是你的當期的每股盈餘 然後跟當期的股力 你當期的股力 這樣當期每股盈餘的 百分比是多少 那叫做股力發放率 然後呢 他們就把所有的上市上位公司 依照股力發放率由高往低排 然後呢 他就去搜尋每一家公司 在除息當天的 PP減掉PA 相對於那個低的大小 然後他發現呢 股力發放率比較高的 那依照這個資料所傳出來的TO 都是比較低的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種傾向 就是相對起來 一般所得的稅率比較低的 那一些投資人 會喜歡去持有 股力發放率比較高的 那些股票 所以他們實證上是有 證明這個股力發放率的高低 跟我們利用這個 辦法所算出來的TO 他是會有一個反向的關係 稅率比較低的 喜歡股力發放率比較高的 一個股票 好 那所以這是 鼓勵顧客效果理論 那當然 我們鼓勵顧客理論 後來 我們也可以從很多方面 包括我們對一般投資人去做的 一個 一個 一個調查 因為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 得到相同的證明 那我們後來 針對一般的一個 投資人的一個習性 後來我們可以發現 高稅負的人會比較喜歡 零股力或低股力的 比較低稅負的人 喜歡低股力到中股力 那免稅的 一些個人跟企業 或是組織 他喜歡中股力 那企業來講 他會喜歡高股力 這個企業喜歡高股力的現象 我們在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 因為為了免 Double Taxation 雙重課稅 所以我們企業如果去買另外一家公司股票 所發放的股力 70%以上是免稅 所以對企業來講 他們拿高股力 事實上有一點點被補貼的一個意思在那裡 所以站在企業 你相對於去買債券 債券的利息完全要併入企業所得 去課企業所得稅 但是股力來講的話 他有70%是免稅 所以有70%是免稅 會讓你去投資股票 股票本來的報酬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再加上他有免稅的規定 那所以呢 站在財務經理人的 績效的一個眼光來看 他們會覺得說去買一些股票 可能對他們績效上面來講 比較容易看得到 那在這邊我們說 一旦一個公司選定了一個 假想的一個顧客群 就是股東的一個習性之後 他就會確定 持續不斷的用相同的股力發放行為 那你想想看 他說 那這個股力行為能不能改變 當然是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對他來講不見得有利 各位要想想看 我們假設你目前的所有的股東 都喜歡你目前的股力發放率 那你會想說 好我目前是高股力發放率 我如果要把它改為低股力發放率的話 那你會覺得說 現有的股東很可能就會 不習慣你新的股力發放率 他會賣掉你的股票 去找尋他能夠滿意的股力發放率的公司 可是並不保證這些現有的股東賣掉你的股票 會有其他人願意來承接你 你要知道這是一個新的一個問題 你改變了以後 你要去找新的一個顧客群來接你 那有些時候你會成功 有些時候不見得 OK 所以呢 對於目前的一個公司來講 他最好的策略很可能就是維持現有的股力發放率 那當然如果有些絕對必要做改變的 可能還是要改變 如果你認為改變以後的利益 大於你改變以後的代價 那當然你可以去改變你的股力發放率的行為 然後就跟我們在講那個資本結構 我們說資本結構本身會有一個代理的一個現象 我們說這個一般的投資人 一般的經理人他很可能 舉債的幅度會低於 那個最佳舉債幅度的水準 那是因為經理人他很可能有一個 一個自我利益的一個考量在那裡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也會有一個 鼓勵政策跟代理成本的一個關係 代理理論的關係 那我們大致上也是從兩個方面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個現象 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有些公司他有賺錢 可是他的賺錢呢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呢 他一方面發放現金鼓勵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很可能下一個年度也有投資上面的需求 所以他會去做現金增資 那這個東西呢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我們大致上有兩個解釋好不好 一種就是其實我們在上一章已經有講到的 自由現金流量假說 那自由現金流量假說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公司如果有太多閒置資金 他最好的策略 他應該把這些閒置資金 花還給股東 當作股力花還給股東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 你會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個公司如果把閒置資金 當作股力花還給股東的過程當中 他的股價是大漲的 大漲的 那大漲的話反映兩件事情 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他有可能 就是跟我們之前所講的那個 股力訊息理論一樣 股力漲了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他以後應該都能夠維持這樣的股力 水準 那第二個水準就是說 第二個理由就是說 他事實上 手頭上的現金 那花還給股東 也代表就是說 經理人就比較不會有 浪費的機會 比較不會有浪費的機會 那對公司來講 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利多的消息 所以有這兩層利多的消息 那這個 這個 我們在講說 這個自由現金流量講說 一旦如果說 我們把手頭上的行政資金 都發還給股東了 那下一個年度 我們如果需要再去做 資本預算 我們有一些正的MPV的案件 那你另外當然就會再 籌措新的資金 那這個資金可能來自於債 也可能來自於股票市場 對不對 他很可能發行性的股票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會看到一個現象 為什麼 有些企業一邊 現金增資 一邊發放股力 應該是先發放股力 在現金增資 那理論上就是說 就是我們自由現金流量 假說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你會 幫閒置的資金 先當作股力發放出去 那你如果還有需要資金的話 你當然會接受 資本市場的一個審視 因為你任何一個籌資的過程 市場上就會針對你籌資的計畫 詳細去評估 說這個計畫到底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 那才會有人願意去買你的股票 OK 所以本身會多了一個監督的過程 這個監督的過程 就是減少代理成本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說 自由現金流量假說 事實上第一個是反應 我們資本市場的監督 用資本市場的監督的制度 來降低代理成本的產生 所謂的代理成本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就把公司的閒置資金 就留給經理人 然後讓他去 在不受監督的之下 然後就去投資 下一個年度的資本預算 那這個資本預算可能會賺錢 也可能不會賺錢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監督的動作 因為他手頭上有錢 所以好的計畫可能他也投資 不好的計畫他可能也投資 所以比較好的一個制度是說 你手頭上只要有錢 你就當作鼓勵發放出去 然後你如果任何需要投資的一個新的計畫 就要丟到資本市場 讓資本市場去審視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合理解釋 為什麼有些公司會一邊 發放鼓勵一邊現金增值 因為你本來是有錢的 你如果說直接就把這個保留盈餘 把這個現金保留盈餘 然後當作明年的投資的話 你可以降低 籌資的資金成本 各位想想看 我如果一方面把股力發放出去 發放股力的過程 會不會有一個transaction cost 會不會有一個交易成本 會啊 那第二個 我如果把股力發放出去以後 我再跟普通股的股東講說 我明年我又要實施一個資本的預算 那我要跟各位再籌資 那可能有些股東說 你如果要再籌資 我還願意買你的股票 那可是為什麼要多這兩道程序 一方面發放股力 你會有個交易成本 另外一方面你又籌資 又要請那個什麼 呃 承銷商幫你在發行股票 那你倒不如 你就乾脆就用公司賺的錢 不要發放股力 直接用到資本預算裡面去 那所以你等於是一邊發放股力 一邊用現金增值會 產生兩道的交易成本 那我們第二個解釋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我原先是有發放股力的公司 那今年剛好 我也有賺錢 我也可以決定發放股力 也可以決定保留盈餘 但是呢我會覺得說 我以往是有發放股力的 今年如果沒有發放股力 可能會有某些投資人 會覺得說是不是我 經營的比較不善 會有負面的消息 那這負面的消息 那會引起股價的下跌 所以呢我理論上 如果繼續維持發放股力的話 那會至少維持股價不變 對不對 或甚至呢 我如果經濟情況好一點的話 我還可以增加一點股力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持續發放股力的話 會得到一個訊息的好處 訊息的好處 因為公司實質上並沒有變差 所以我至少維持一個好的訊息的價值 然後呢 但是我必須要去承擔什麼 承擔那個籌資的成本 所以呢你今天要不要繼續發放股力 你就等於是比較一下 我如果有發放股力 我會得到一個訊息的價值 那我如果有發放股力的話 我就必須要承擔什麼 投資的成本 那所以呢 理論上如果說公司願意 一方面去發放股力 另外再去籌措新的股本的話 那一定就是說 他訊息的價值是大於籌資的成本 OK 那所以 這是有兩個解釋的一個地點 但是這兩個東西 事實上 都在解釋那個現金增資 跟發放股力的那個 那我們是比較傾向 自由現金流量的一個解釋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用來降低 代理成本的一個機制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跟各位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還是一直強調 發放股力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會有很多 食物上考量的因素 OK 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太 太簡單明瞭的就講說 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就一定要發放怎麼樣的股力 那我們在這邊再講一下 食物界有一些 企業他們常常會採行一種 簡單的邏輯去發放股力 OK 那當然各種發放股力的策略 都有適合當時那家企業的一個 所面臨的環境 那所以呢 並不是說 哪個策略一定有其他的哪個策略 倒不一定 而是說 你可能是某一種特質的公司 那在這幾種策略裡面 可能會有一個策略比較適合你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 有一種叫剩餘股力策略 剩餘股力政策 什麼叫剩餘股力政策呢 所謂剩餘股力政策 就是說 一個公司 他會先就 他下一年度 的資本預算裡面 所需要的一個 權益資金的需求 先去決定一下下一個年度的 權益資金的需求 OK 比如來講 我們可能這家公司是 60%舉債 40%股東權益 那如果我明年需要 1000萬的 1000萬的 資本預算 那明年需要1000萬的資本預算 如果依照現行的60舉債 40%股東權益的話 我明年需要多少的 股東權益的股本 就400萬嘛 對不對 400萬 所以我如果說 我今年有稅後盡利 我今年稅後盡利是600萬的話 那我就直接先想到說 我明年又需要400萬的股東權益的資金去支應 明年的資本預算 所以我就保留400萬出來 然後呢 今年的所謂的那個 稅後盡利裡面呢 我保留了400萬的保留益 那就是代表 我有200萬可以發放股利 所以我的發放股利是依照 我先扣除掉 下一年度的 這個權益資金的需求 OK 那當然 我們剛才假設是 稅後盡利大於下一個年度的權益資金需求 所以我們要發放股利 那如果我是勝於股利政策的話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今年的稅後盡利只有300萬的話 那我會不會發放股利 就不會 因為他優先把稅後盡利 支應下一個年度的 那個保留益的需求 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 下一個年度的權益資金需求400萬 你今年稅後盡利只有300萬 那我們這邊就預測說 那你就沒有發放股利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剩餘股利政策呢 它有什麼樣的優點 優點的話就是說 那你就不用 時時刻刻的籌作 股東權益資金 對不對 你可以節省一些籌資的成本 因為你公司 總是會優先 保留盈於 以備下一個年度的 一個資本預算所需 對不對 它的優點是這樣 它的缺點呢 那缺點就是說 它的發放股利的行為 就不太能夠穩定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先考量 下一年度的權益資金的需求嘛 所以它能夠 供發放股利的金額 是另外一個變數決定以後 才能夠決定 所以這個金額 發放股利的金額 可能高 可能低 它完全不是控制在自己 而是控制在 公司先 保留盈於後 到底有剩多少 它才發放多少 所以盈於於的 那個股利的發放 很可能就比較不確定 股利不確定 當然股價就會 不確定 就比較波動一點 當然 你就要了解一下說 我這個公司的股東 對於這種股利不確定 它的反應是 可以還是不可以 你如果說 絕大部分的股東 不會因為你這個 股利發放的 不尋常 而常常拋買股票的話 那你這樣做 很可能 對公司來講 是有利的 因為公司比較 少去籌資嘛 對不對 那 可是呢 問題如果有些股東 他不太習慣 你股利換來換去的 那很可能你的股價 就很容易波動 所以這是剩餘股利政策 的一個 一個情形 那當然有一些公司 會固定 股利發放率的 一個政策 就是說 我賺一塊錢 我就發放30% 當股利 那賺兩塊錢 也是 發放30% 所以賺一塊錢 會花三毛錢 現金股利 賺兩塊錢 會花六毛錢 一子類推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發放的 那個股利 永遠是盈餘的一部分 所以呢 有賺錢 你就發放股利 沒有賺錢 你是不是要發放股利 就不需要發放股利 那我們相信這個政策 當然你的股東也是 有所了解 對不對 所以有盈餘就發放股利 沒有盈餘就不要發放股利 沒有盈餘就不要發放股利 那他的 當然最直接的 implication就是說 那這樣的公司 永遠不需要去 舉債來發放股利 因為你的股東就直接非常明瞭 我今年會不會拿到股利 直接從我的盈餘 可以看得出來 那當然優點就是說 你不用去舉債 缺點在哪裡 缺點就是說 有些年度就有盈餘 有些年度可能就沒有盈餘 或是盈餘呢 可能會因為公司 不 股利很可能會因為公司的盈餘 波動性大 而股利也會有大的波動性 對不對 所以他的好處呢 就是不用去舉債來支付股利 然後我們看 我們在上禮拜有講過 舉債來發放股利 是被認為是一件很糟糕的一件事 那缺點的話 就是如果你這家公司 盈餘是波動的 那你的股利也會是波動的 股價也比較容易波動 好 那第三種呢 就固定股利金額 我們剛才來講 是固定股利發放率 所以他不見得是股利是固定喔 那我們說 其實蠻大的 那個 一個資本市場的投資人 他如果股利很穩定的話 那他的股價就會很穩定 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他的理由 那所以呢 股利如果為固定金額的話 股價很容易為止穩定 就是說我就是 每年就發放兩塊錢股利 現金股利 然後呢 甚至還會調整一下通貨膨脹 所以我就以兩塊錢的股利為基準 那這當然對於某些 經營很穩定環境的一個企業來講 這個 股利政策可能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那個 一般的 那個 公用事業的 公司 他發放股利其實都很穩定 好 那可是呢 如果萬一有些 有景氣循環性的一些 企業來講的話 他如果選擇發放兩塊錢的股利 當然在盈餘狀況好的一些 繁榮的一些 景氣的時候 這兩塊錢股利很可能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說我有些年度 我是經濟比較不景氣 那可是如果我能堅持發放兩塊錢股利的話 就會怎麼樣 就必須要去借錢 來發放這個股利 所以你會有某些年度 你非得要去借錢來發放股利 不可 因為已經是形成 投資人已經是形成 固定的兩塊錢的一個預期 如果你今天兩塊錢都發不出來的話 股價鐵定大跌 所以你很可能必須要去借錢來發放股利 但借錢來發放股利 也是市場上 蠻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所以呢 固定股利金額 固定股利金額 當然有一個好處 股價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如果你的公司的盈餘是會 隨著景氣情況高高低低來講的話 那這個東西 這種政策很可能就不見得是一個好的政策 那當然如果說有一些公司是 幾乎always是賺的錢 比付的兩塊錢股利要高很多的話 那這就不會成為問題 那當然有一個折中板 我們剛才其實有講到這樣的問題 就在講說一般的老闆在決定 員工薪資水準的時候 他會很忌諱去提高員工的薪資水準 因為他很怕說 以後在經濟比較不景氣的 那種年度裡面 那這個 已經調高以後的薪資水準 我沒有辦法維持 那就會造成公司 經營上面蠻大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說 那些老闆的折中的做法是說 我不調你的基本薪資 但是我在你的那個 經營技巧好的年度裡面 我就多發你幾個月的 那個年終獎金 OK 那其實我們今天又回過頭來講 現在的社會裡面 好像 很多的媒體一直都在抓在說 我們的薪資水準好像都沒有怎麼調 但是他們都不去談說 其實在某些年度裡面 我們的員工可能可以拿到很多個月的年終獎金 那這個年終獎金 這種制度在國外是比較少見 國外會有cash bonus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很多的科技廠商 那事實上 除了年終獎金以外 他還是會有一些 績效方面的 bonus OK 那真的 你如果要去算我們的薪資水準來講的話 那應該要把那個年終獎金 把它spray out一點 然後你看出來 其實我們可能平均的那個 因為工作的所得 事實上逐年來講是有增加的 那當然我必須要去承認說 最近幾年從2008年一直到現在 其實很可能很多的公司 是沒有花貸顯著的年終獎金 那是因為經濟景氣不好 但是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看一件事情 可能要去了解 不同的國家的不同制度 那我們的國家 事實上 大家 比較機會去調 金資水準 然後比較願意去 發年終獎金 這有一部分 也可以降低員工的流失率 因為員工就比較不會 在那個拿到年終獎金之前就流動 對不對 那所以 有一方面的一個理由 是我們個國家的 支付薪資的一個 程度跟其他國家制度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們的薪資水準 沒有明確的講課 並不代表說 我們的勞動的一個所得 一定是停滯不前 因為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是用條念中的方式 去把一些 勞動的成本 攤在那裡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就代表就是說 事實上 經濟學裡面 常常會談到一個預期 如果什麼東西不滿 足我們的預期的話 那價值函數就會調低 對不對 那所以鼓勵也有預期 薪資水準也有預期 所以我們不希望薪資水準或是鼓勵 是隨著 那個一種變動的一個績效 在那邊調來調去 因為調高當然是大家都很高興 但是調高以後再調低 大家就很不爽 對不對 所以為了避免大家產生不爽的心靈 那所以呢 我們有很多的公司 就會採用一個比較保守的一種策略 這保守的策略呢 就跟我們這個鼓勵的策略是一樣 它維持一個低的鼓勵發放率 或鼓勵發放的金額 這鼓勵發放率跟鼓勵發放的金額 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像是low constant dollar 我的英文是加low constant dollar plus bonus 那這邊 中文好像是寫鼓勵率 那其實它都可以apply 不管是金額或鼓勵率 它維持一個比較低的水準 那這個比較低的水準呢 站在公司的一個立場來講 always它可以keep through 比如說 就像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每年它很可能可以賺 EPS假設可以賺到 七八塊錢 將近十塊錢 可是它發放的現金鼓勵 它就是三四塊 OK 那理論上來講 你如果說 七八塊錢的每股盈餘 然後花三四塊錢的鼓勵 那它每年當然就 還有很多的錢可以保留盈餘 所以我們假設說台積電 如果固定是三塊錢的鼓勵水準來講 好 那對台積電來講 它要賺三塊錢以下 是非常不可能 就算偶爾有一兩年 它賺不到三塊錢 但它手頭上的現金很多 OK 所以它會認為這個low constant dollar 對它來講是幾乎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如果有某些年度 它的技巧特別好 那當然可能除了這三塊錢的固定鼓勵之外 當然可能會花一些bonus 那我們就要談談 經濟學常常會講說 預期心理 那這三塊錢會構成預期心理 但是bonus這件事情 它是不固定的去發放 所以bonus這些東西就沒有 沒有讓那些投資人形成是預期 所以你今年如果有bonus 那當然能搞伏 這樣很可能會高興一下跳一下 但明年如果發不出來bonus 那至少投資人 它對於bonus這個預期的程度 當然有些人會形成預期 但有很多人很可能比較務實一點 它認為bonus可能不是預期 OK 所以它很可能如果隔一年度 EPS降低了 而這個dividend bonus沒有發出來 但是股價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小 那至少有維持三塊錢 那資本市場很可能就覺得OK了 那所以呢這是低股利 低固定金額或低股利率 然後外加一個紅利的一個策略 那最主要就是 減低那一種 某些特定年度必須要降低股利的一個窘境 就是讓大家形成一個比較低的預期 然後如果說有比較好的年度 我們再發放這些bonus 好那這是食物上的股利政策 那當然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個股利發放的標的 這是很好玩的 就是說你發放股利的過程 難道一定要發放現金嗎 理論上在現在的資本市場 當然就是除了現金以外 就是我們常看到的股票股利 那股票股利理論上來講 這個應該是一些有盈餘的公司 但是他手頭上現金流量有其他作用 或是缺乏現金流量 那他會用股利 股票股利的方式去發放 那我們再來談一下 台灣的企業很喜歡發放股票股利 那當然台灣的企業很喜歡發放股票股利的原因之一 我們股票股利通常都是用 面額來發放 各位要注意喔 比如說像我們的 宏達電大力光 他現在的股票 宏達電現在一股 將近280塊 大力光一股現在將近800塊 那你所謂的發放股票股利 他是依照面額 那我們之前有一個獎勵投資條例 那只要你符合獎勵投資條例的企業 你發放的股票股利會用面額來課稅 那幾乎我們現在台灣所有的科技產業都是符合 所謂的獎勵投資的一個條例的一個公司 那依照面額來課稅 而且是在你賣股票股利的那一年才課稅 那我們就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如果說今天有一家公司他的股票的價值 現在在流動外面的價值 一股五百塊錢 OK 那如果有某一家公司 他發放了股票股利 發放一股 我們假設就是說 他一千股的話 他拿到十股的股票 就發放百分之一好了 百分之一的股票股利 那他可以拿到十股 十股 那十股的話 我們依照目前講三條例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 他是依照面額課稅 你如果拿到十股的股票呢 理論上是十股每股是五百塊 你等於是說拿到股票價值是 流動債務是五千塊 我們假設沒有考量那個稀釋的效果 可是呢 你依照現有的那個 講三條例課稅的那個 是依照你拿到十股 然後每股的命額十塊錢來課稅 OK 所以你課是課多少錢 課一百塊錢的稅 一股十塊錢 十股是一百塊錢 那你如果說 一股是五百塊錢 拿到外面去賣的話 十股的話是五千塊錢 所以你拿到五千塊錢的股票股利 但是呢 你課稅的所得只有一百元 這五十分之一 然後這還沒有玩喔 你拿到股利那一年不會被課稅 因為我們的政府又很好玩 就是說為了獎勵你 因為怕你手頭上沒現金流量 所以你拿到股票股利 你不一定會拿去賣啊 你如果沒有拿去賣的話 你就沒現金啊 沒現金的話 你怎麼繳股利 所以呢 他就說 好這些股票股利所拿到的股票 要等到你賣的那一年 才課這個 所得稅 OK 而且是照面額課 而不是照你現在的流動的價值課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台灣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 那個 流動價值 遠高於面額的那些股票 那對 公司來講 他就有一個 incentive 他去發放股票鼓勵 因為股票鼓勵 不但可以用面額來課稅 而且他是用什麼 還可以緩課 等到你賣掉的那一年 才課稅 所以他有兩個好處 所以有股票鼓勵 什麼叫食物的鼓勵 食物的鼓勵就是說 有一些公司 這些公司很可能比較傾向於 礦產方面的公司 那礦產方面的公司 他事實上 營收啦 或是他公司的 盈餘的績效 可能跟這個礦產的價格 有非常大的關係 可是礦產的價格 又不控制在公司手上 所以你不能講說 黃金價格漲了 這個公司的績價好 然後我當然就可以發放很多 現金鼓勵 那黃金價格跌了以後 你也不能說公司的經理人 績效不好 就不能發放鼓勵 那所以呢通常來講 對於這樣的礦產公司來講 他的經理人很可能就會定一個 鼓勵的政策 他很可能就會講說 好擁有我1000股的 股票的股東 他應該每年可以預期可以收到 等同於1盎司的黃金的股力 那這個1盎司的黃金 今天來講的話 大概是1700塊錢 1盎司 但是如果說黃金的價格跌到 1000塊錢的時候 那他就能領到1000塊錢的 黃金的一個 當然他不會用黃金去發放鼓勵 他會選擇一個基準點 以那個基準點的黃金的價格 當作鼓勵的參考的標準 然後呢 他會發放現金給你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作是 食物上的鼓勵 那當然在歷史上 過去的歷史上 有些公司他發放鼓勵的時候 是Deliver 實際上的物品 曾經在民國60年代 我們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 然後那個市場上缺乏 衛生紙 OK 所以我們曾經有 那些做衛生紙的工廠 他當然就是說 為了因應他股東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們發放鼓勵的方式 就用發放衛生紙 不是一張兩張 很可能就是一捆兩捆的 就送到股東的家裡去 OK 這就是食物方面的鼓勵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鼓勵發放的程序 這鼓勵發放的程序 會有幾個特別的日子 那這個特別的就是 依照各國的習慣 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OK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 各位不要特別的去 觀照說這個日子跟日子中間 要隔幾天 這個日子跟日子中間隔幾天 有些時候是反映當國的 證券交割登記 所需要的一個法定的工作日子 OK 那 我也 不想說 我們講的台灣的 然後就跟美國的制度不一樣 或是 台灣其實有些時候 的日子 長短也會 根據比如說你年底 跟一般的時候的交割作帳 那個時間有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 跟各位談一下說 他有一些工作的日子 必須要把它騰出來 我們 舉例來講一下 我這個日子 比較像是美國的日子 所以他的那個基準日跟 除夕日之間要四天的工作天 那這個四天的工作天 很可能這中間 不小心你要隔到週末 或是怎麼樣的話 那日子很可能又更加的不一樣 那我原則上有四天 那四天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買股票 那理論上你今天不會拿到股票 為什麼 他會需要說 你要把你買股票的錢 先轉到你的券商那裡去 那對方賣股票的人 也先要去 有時間把他的股票 交到他的券商那邊去 然後第二天呢 你的券商會把你的錢交到 交到交易所 然後呢 那個 對方的券商會把他的券 交給交易所 然後所以你會有兩天的時間 把那個錢 從你的券商交到交易所 然後對方會把他的券交到券商 再交到交易所 花了兩天 然後回診的話也要花兩天 所以你總共要四天 才能夠完成一筆真正的交易 所以在美國的話 是有隔了四天 那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會宣告鼓勵 比如說某某公司會宣告說 我要發放一塊錢的現金鼓勵 好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的資本市場 是每天都有人買賣你這家公司的股票 就有些人成為你的新的股東 有些人不再成為你的股東 就每天都有人進進出出的 所以當你宣告說 我要發放一塊錢的現金鼓勵 那你一定要有個基準點 就是說你在某年某月某日 正式登記為我這家公司股東的 那你就可以領到我這一塊錢的現金鼓勵 所以他會去設定一個基準日 就是以11月6號那一天 能夠成為我這家公司股東的 就領得到這一塊錢的現金鼓勵 好 那你如果現在是投資人來講 你就必須要想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去買這個股票 我才能夠在11月6號那一天成為他的股東 那因為我們有交易的習慣 我們剛才講說你要有四天的時間 才能夠由你還沒有成為這家公司的股東 正式成為這家公司的股東 OK 或是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的人 他從哪一天以前賣的話 他可以把這個股利的權交到你的下手 但是超過這一天以後 由於還來不及 你的下手還來不及成為你的正式股東 所以你理論上還是可以領到這個股票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有一個除息日的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在想要在11月6號那一天成為正式的股東的話 他必須要在11月2號以前去買到這個股票 或擁有這個股票 OK 那11月2號之前 你必須要擁有這個股票 要完成這個交易 所以呢你今天如果是11月1號去買這個股票的話 那你就有機會在 就有充分的機會在11月6號之前就正式登入偉大的股東 那11月2號那一天你如果再買的話就來不及了 所以11月2號那一天的開盤 也就是說決定要去買這個股票的人 他就不願意用全額的價格去買這個股票 我們假設說這個股票20塊錢 然後這家公司要付2塊錢的現金股利 那你如果在11月1號那一天去買的話 你願意用20塊錢去買那個股票 因為你會知道你在11月1號那一天去買的話 有機會就拿到這個現金股利 但是你如果隔一天再買的話 11月2號 那你如果當天才買這個股票的話 你就沒有機會成為他的股東 OK 沒有機會成為他的股東 那所以11月2號去買的那個人 就拿不到這兩塊錢的股利 所以呢他願不願意用20塊錢去買這個股票 他就不願意 他就不願意 所以當天的開盤價就會從前一天的收盤價 自動會降低大約兩塊錢 注意喔我講的是大約兩塊錢 大約兩塊錢 那為什麼不是exact兩塊錢呢 第一個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其實會有一些稅的一個效果 OK 我們剛才不是有談稅的效果嗎 所以PB減掉PA 相對於低來講的話 他很可能就是會小於低 OK 因為會反應一般所得稅跟 資本利得稅的差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什麼理由呢 會讓這個股價 除息的程度 會異於兩塊錢 我們當然不一定說 Exact等於兩塊錢 可能大於 可能小於 當然也可能剛剛好等於 那為什麼 會有可能 異於兩塊錢的可能性呢 因為這一天當中 從昨天的 昨天的那個 封盤 昨天的那個 結束的交易的日子 一直到今天開盤 這 深夜裡面很可能會發生一些消息 這些消息也會反映在這個價格上面 所以他不一定是反映兩塊錢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一些日子 各位要了解一下 我在宣告日 我宣告 我要在12月7號發放股息一塊錢 那我這發放呢必須要有個基準日 要以基準日當天成為我股東的 才能夠有資格拿到這個現金股利 所以呢基準日呢往前退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呢當然就是交易跟交割 所需要完成的一個工作日 那我們以美國的例子 是要四個工作天 所以在11月2號那一天 他就會是所謂的除息日 也就是說在這一天 你如果才買這個股票 就沒有機會在11月6號之前成為他的股東 所以我們11月2號叫做除息日 那當然11月1號以前的所有的日子 應該都叫寒息日 所以那寒息日不應該就只有一天 我們只是說如果11月1號那一天 還是寒息了 那10月31、10月30當然都是寒息日 那所以我們大概有這幾個例子 那我們來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剛才有講過一個訊息效果 訊息理論 如果說我們說有一家公司 他宣告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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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市場所有的股東 所預期的股利的水準要高 那請問一下股價是在哪一天漲 宣告日呢 寒息日呢 除息日呢 基準日還是負息日大漲 我好像有偷偷的寫下來 在鼓勵宣告日的那一天就會漲了 我們所謂的訊息 當然是訊息到達市場的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會把股價反映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有一個好消息 或是有一個壞消息 在宣告日那一天就會引起股價的漲跌 他不會等到複息日 也不會等到基準日 也不會等到基準日 那這是古力發放的一個程序 好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謂除息 的那一天的股價 那原先我們假設說 我們的股價是在某個水準 當然不一定是維持穩定的 因為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訊息 不同的那個經濟的情況會引起股價的不同 但是理論上我們在除息日那一天 除息日的收盤價 然後會減掉大約除息 就是現金股利的那個水準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除息日當天的開盤價 那我們說理論上的值 那我們說理論上的值 是應該是 批元減掉dividend的水準 但是我們說 其實我們在實證上觀察到 除息日當天的股價 所跌的水準 通常會小於 我們現金股利的水準 我們現金股利的水準 OK 那當然我們剛才已經有 在那個 Alton跟Gruber那個公司裡面 我們說 只要是 我們的資本利得稅 是低於我們的 一般所得稅的那種 機制的國家來講的話 那你通常都會觀察到 除息日當天的減少 是會小於低的 OK 所以我們的那個 所以我們的那個 前日的收盤價 減到現金股利的水準 雖然是大約的一個狀態 但是絕大部分 我們觀察到的那個股價 的減少 當然除息日當天的減少 事實上是小於那個股利的水準 那當然還不包含除息日 跟之前一天的資訊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訊息 如果剛好前一天 晚上什麼 美國股市大跌 那當然你今天的開板價 有可能比那個 股利的水準還要低更多 因為它要反映 前一天的世界市場上面的一個 情形 但是我們說 除息日的股價 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庫長谷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稍微講一下 庫長谷這件事情 它其實影響也是多方面 它不會是 只有一種結果 因為你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你去實施庫長谷 可能都有不同的結果 什麼叫庫長谷呢 就是一個公司 它到 流通市場上面 去買回自己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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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通常來講庫長谷 如果說 這個公司沒有特定的指明 它庫長谷的用途來講的話 它必須要在 一段時間之內 將這個庫長谷 自己買回來的庫長谷 要註銷掉 也就是說 流通在外的股數 就必須要減少 那些股票就 要永遠消失掉 那當然有在幾種前提之下 這個股票是可以不用註銷掉 比如說 你如果有些公司 它買回固長股的 目的呢 是 用作 之後 給員工的 Stock bonus 一些股票上面 我們常常會說 會有一些績效方面的配股 就是你如果高階的主管 那公司很可能 希望你 對公司有一個 忠誠度 你希望 它 給它一些認股權 那認股權呢 當然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就是說公司手楼上如果沒有股票 那這些認股權就 要被實現的時候 公司要發行新的股份 那有些時候這個交易成本還蠻高的 所以有些公司的做法就是說 那我就自己到股票市場上面 就買回一些股票 那我的股票是 用作說 當作主管方面的Stock bonus 或是說 防止一些選擇權在執行的時候 我必須要變出新的股票 一子類推 那當然有一些庫場股 它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在註銷這些股票 而是說 調節市場上的一個供需 如果說市場上的供給大於需求 那你如果去買回庫場股的話 那至少讓你的股票 不至於會跌的太多 OK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的主管機關也允許 你如果在某一段時間裡面 買回的庫場股 那可以在一段時間裡面再賣出去 這是OK的 OK 那庫場股 它到底有沒有什麼實質上的 對公司的一個 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一些 制度上的一個設計 可能你必須要去買回庫場股之外 有沒有一些實質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這邊要講的實質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 事實上就是說 好 如果公司今天手頭上有一筆現金 有一筆現金 那它可以用發放股利的方式 交到股東的手上 它也可以選擇用什麼樣 買回庫場股的方式 把這些現金交到股東的手上 那你可以想像的到 如果說我們純粹用現金股利 把我們的手頭上的現金交到股東的手上來講的話 股東拿到這些股利以後 那它會被扣一般的所得稅 OK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不用現金股利的方式 我們如果用庫場股的方式 然後去跟股東買回股票 買回股票 那比如說我們剛才在那個股利無關論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一個投資人Bob 對不對 那投資人Bob呢 他當然有兩種做法 如果他希望有三塊錢股利的股票的話 那公司只發兩塊錢的股利 那他還有一個什麼做法 他去賣掉兩股的股票 可是他賣掉兩股的股票以後呢 你要知道這兩股的股 兩股的股票 如果說公司買回去的話 公司就叫做是庫場股 那也就等於公司把80塊錢交到Bob的手上 但是用庫場股的方式給他 OK 那他手頭上股票的價值還是維持不變 對不對 我們說手頭上股票 他的除息後價格是40塊錢 乘以78股 等於3120 這跟三塊錢的股利 的之下 他每股剩下39塊 然後乘上80股 也是3120 對不對 那所以呢 股東手上股票的價值是維持不變的 但是呢 如果是Bob自己去賣掉兩股 那兩股的股票 所拿到80塊錢 要不要課稅 如果以今天台灣的稅制來講 他是不用課稅的 那80塊錢不用課稅 我們講的是他有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也不用課稅 對不對 所以他要課稅的部分 結果現金股利的部分要課稅 所以呢 買回庫藏股 尤其是在台灣這種 國家來講的話 那因為他資本利得免稅 所以你以其用現金股利的方式 交到股東的手上 他要課 個人所得稅 那如果說他用買回庫藏股的話 除了庫藏股 我們講到庫藏股本身還會有資本利得 就算是 我們就算是說 我們用買回庫藏股的方式 事實上就算要課資本利得稅 還是對股東來講是有利的 因為他課稅的所得 事實上就只有資本利得那一部分 更何況我們現在資本利得是免稅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稅率上的一個優惠 那買回庫藏股很可能會比 這個比 寫錯了 會比現金股利呢 帶給股東 較高的一個稅後現金流量 OK 所以這第一層的用意 就是說 你課稅來講 庫藏股可能就不太會被課稅 或課的稅比較少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也有講過 在資本市場簡介那裡 我們說 我們說 這是 一提兩面的問題 我們說 如果公司 他在某一個時間 他宣告要現金增資 去賣股票的話 那市場上解讀是怎麼樣 目前股價是 可能過高 可能在可預期的未來要降低了 所以呢 這個公司要趁著股價還高的時候 去發行股票 反之 如果說公司今天 在沒有其他的information之下 他今天說 我要跑到市場上 買回庫藏股 那通常他要宣告 因為買回庫藏股 都是公司重大的決策 他就要宣告說 我要用多少的價格的區間 然後去買回庫藏股 買回多少股 OK 他當然也可以達成 他的目標 也有可能在限定的時間裡面 沒有達成 但是他還是要宣告 他為什麼沒有達成 OK 那所以一旦他宣告 他要買回庫藏股的時候 市場上的反應通常股價是上升的 那為什麼上升 第一個原因會上升的原因 是因為 跟我們剛才的那個訊息理論一樣 我們說 咦 資訊不對稱 如果說公司 經理論現在要去市場上買回股票 那一定是覺得 目前的股價是被低估的 因為你講最有可能的一種情形 就是說 我等股價低的時候 趕快買回一些股票 那等到我之後 公司有什麼好消息 或是經濟的情況回轉 或是我的盈餘 或是我的營收的資料宣布以後 股價就漲了 那我們說公司能不能 就把股 買回的股場股再拿到市場上去賣掉 賺取差價 可以啊 可以啊 OK 或是說 那真的是市場價格還低的時候 就趕快把它買回來 因為他就算是要當作公司的 經理人的一個選擇權的 執行之後所需要用的股份 那至少對他來講成本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對公司來講還是有利的 OK 那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你們難道只想到第一個理由嗎 買回股場股如果到頭來被註銷掉了呢 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好處 通常買回股場股是怎麼樣 我用現金金買回來嘛 所以我現金當然不是固定資產 對不對 好 我們公司能夠產生營收盈餘的 通常是以你固定資產的規模 去產生目前的一個營收跟盈餘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是用現金買回股場股 我們沒有賣掉任何的房屋啦 房地產啦 或是機器設備 所以我們公司的資產規模 大致上來講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的營收盈餘的能力 大致上維持不變 如果你買回庫場股 那你是不是會減低流通在外的股數 減低流通在外的股數 假設我們盈餘的能力不變 可是我流通在外的股數降低了 那我每股盈餘會不會增加 會 每股盈餘會增加 那我們市場上有非常多的 投資人會認為 這個每股的股票的價值跟EPS 每股盈餘的大小 是存一定倍數的 所以你買回庫場股 降低流通在外股數 而在盈餘能力 如果不至於有太大改變之下 它的每股盈餘是上升的 每股盈餘上升 它會容易引起股價的往上漲的效果 OK 所以理論上來講 買回庫場股 資本市場上面的反應 是抱以一個比較正面的股價的反應 可能有好幾樣 我們剛才說稅的影響 我們剛才說那個資訊不對稱 的影響 OK 然後再加上那個每股盈餘的影響 都可能會讓庫場股回應其 比較好的一個股價 那當然我們這邊所要看的 買回庫場股跟現金股利的清型 那當然我們這邊所看到的例題 影響當然就是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資訊不對稱或是稅的利益 在這邊都沒有談到 我們只是在談說 這個公司可以把現金 依的是當作現金股利的方式 發還給股東 或者可以用庫場股的方式 發還給股東 那我們說 在最不影響的狀態之下 他可能看起來 財務報表是差不了多少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發放股利或買回庫場股之前 之前的財務報表 我們公司剛好有15萬的現金 然後我們總資產是100萬 然後負債是0 我們假設我們股東權益就是100萬 OK 我們流動在外的股數是10萬股 所以呢 每股的股價就是價值 每股的價值剛好是10塊錢 就是把股東權益 那我們假設呢 我們公司要把我們的 15萬的現金裡面的10萬塊錢 發放1塊錢股利給10萬股的股東 所以呢 我們需要10萬塊錢的現金 對不對 那我們發放完了以後呢 我們的總資產剩下90萬 我們的股東權益 因為 你要知道這個發放股利必須要從保留盈餘裡面發放出來 那保留盈餘是屬於股東權益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股東權益也會減少10萬塊 所以呢 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左右邊各自為90萬 那因為我們流通債的股數還是10萬塊 所以每股的價值呢 還是剩下9塊錢 所以你如果身為一股的普通股的股東 你將會臨到1塊錢的現金股利 然後呢 你會有9塊錢的股價 OK 9塊錢的股價 所以每股的那個總價值還是10塊錢 OK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買回庫藏股 那我們以現行的10塊錢買回庫藏股 那因為呢 我們想用同樣的一個現金去回收庫藏股 所以我們就會收回1萬股的庫藏股 因為我們花出於10萬塊錢嘛 那因為每股的價值是10塊錢 所以我們10萬塊錢 初期外買股票就買回1萬股 OK 買回1萬股以後呢 我們的總資產呢 是90萬 那股東權也是90萬 因為你買回了1萬股以後 那本來是10萬股呢 總帳面價值是100萬嘛 所以買回1分之1的股票 所以那個股本 同比例減少 那我們假設股本跟保留銀翼 資本工資那些同比例減少 那我們就剩下是90萬的股東權益 OK 那所以呢 我們流通災害股數為9萬股 所以我們每股的價值呢 就變成還是10塊錢 也就是說你把你的股票賣給公司的 你會拿到10塊錢的現金 那你如果沒有賣掉的人呢 你手頭上的股票還是價值10萬塊錢的 10塊錢的現金 OK 那只不過說你拿到普通股的股利 你是全額要交稅 OK 我們今天假設說你都是等比例 我們假設我現在是1000股的普通股的股東 那我如果拿到現金股利的話 我就會拿到1000塊錢現金股利 那我如果是1000股的普通股的股東 在買回庫長股的過程當中 我要賣掉我手上的股票的10% 賣掉手上的股票的10% 就賣掉100股 賣掉100股每股10塊錢呢 我還是能夠拿到1000塊錢的現金 但是這1000塊錢的現金呢 是完完全全是賣庫長股所得 OK 那我如果領到現金股利的1000塊 我要繳稅 就依照我的所得 我所得稅假設20% 那我就要繳200塊一稅 但是我假設 我們現在是賣庫長股 我賣了100股 拿到1000塊錢的現金 那我現在呢 要不要繳稅 如果以我們現在台灣的稅制來講 我一毛錢的稅都不用繳 對不對 我拿到1000塊的現金 那我手頭上的錢呢 有沒有改變 也沒改變 因為原則上來講 你拿到現金股利的話 你假的現金股利以後 除其以後的價值是9塊錢 9塊錢 你有1000股 9000塊錢的價值 但是我如果說 我是賣掉庫長股以後 我手頭上的股票價值多少錢 還是9000塊錢 為什麼 每股呢 還是10塊錢的價值 但是我剩下900股 對 900股 剩下10塊 成上10塊錢還是9000塊 所以我手頭上的股票的價值 不管是 拿到現金股利或是賣庫長股都是9000塊 但是呢 我如果現金股利拿到1000塊錢 我很可能要加掉200塊錢的一個所得稅 對 但是我如果賣掉庫長股的話 因為我有一些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當然不會是全部都是資本利得 對不對 很可能資本利得很可能就只有 多少錢 幾百塊錢 1000塊錢的庫長股 很可能資本利得就幾百塊錢 那 以目前的一個稅率是0來講的話 我也不用繳稅 OK 所以 相對起來 買回庫長股是對股東來講 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呢 我們 最近也有蠻多的公司是採用庫長股的方式 當然這個 買庫長股跟交股利 這個比較 稅意上的差異 後來在兩稅合一以後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傾斜 OK 但是還是一樣 對庫長股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好 好 那這是 古利跟庫長股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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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章節 好 那我們把這一章結束掉 有沒有 Kelvin 是 我們 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